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三大板块了,关于近似值 其实近似值我们在整数那一部分是不是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一块呢,理解起来相对而言就会简单一些 我们知道,所谓近似值其实就是四舍五入的方法,对吧 当然了,那么在用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原则 也就是说你在四舍五入的时候一定是最后一步你才能取近似 你不能说上来你就取了一个近似,后边的计算是不是就乱大了 好,这是第一个,注意事项啊 第二个,第二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还得拿题目来说事 所以呢,在这里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小题目 比如说第一个,第一个1.6.128保留两位小数是多少 这个太简单了,是吧 保留两位小数的话是不是也就是一和二 从这个地方往后就不要了 哎,考虑最近的一位,8 四舍五入往前进 所以保留两位小数应该是6.13 对了吧,好,再看第二个啊 呃,10.98 10.98保留一位小数 哎,我画的还挺好 哈哈哈哈 保留一位小数是不是也画在这儿 也画在这儿的话四舍五入是不是又往前进位 于是你来选一下 你觉得他的答案应该是 哦,是不是有好多同学选的是11啊 但是也有同学发现了,怎么还有一个11.0呢 咱们来想啊,四舍五入往前进位 是不是他要往前进位啊 他往前进了一位 9加1,这个地方应该是0 0在接受你的进位 是不是这地方是11啊 哎,那11.0按照常理不应该说成写成11吗 不是的 在四舍五入这个地方 他让你保留几位 你就保留几位 哪怕是0 所以这个地方的正确答案应该是11.0 好,同学们,明白了吗 那如果你明白的话 咱们来几道小题练习一下 来,翻篇,走起 呃,利用四舍五入的方法 来看一下下面的方框理 分别前几 第一个 下面的方框中最大前几 来,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1.34方框 约等于1.35 你发现了什么问题啊 1.34到1.35发生进位 对吧 那说明你这个数一定是五入 五入的话 那个方框最大前几啊 有了 最大前几 出来了 好,这个我填完了 这个我填完了 那第二个请朋友们来回答一下吧 1.35约等于1.35 方框最大前几 好,这个还可以是吧 不算难 这个,这个是 没入 是不是就四舍啊 所以最大前 最大前四 好了,这是第一个 看第二个 下面的方框里边最小前多少 来,咱们来看一下啊 呃,这个里边最小前多少 由同学们来算一下吧 来算一算 这个里边最小前多少呢 有没有前对啊 好,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的观念是什么 得考虑到 是否产生进位 从8.99到9.00 是否产生进位呢 yes 啊,我们回答 yes 产生进位 那你产生进位的话 最小最小前几啊 哎,五入五入 最小是为了是五啊 好,这是这个 那么咱来看这个 这个方框里最小前几呢 同学们 继续回答 嗯 你发现这个方框 没有产生进位 对吧 没有产生进位呢 最小前几啊 哈哈哈哈 有填四的 啊,有填一的 事实上你可以填几啊 我是不是可以填 零啊 对了吧 好了,这就是我们的 近四值 这就是我们的 四舍五入 啊,回味一下 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是否产生进位啊 这点要在旁边 稍微标注一下